你们仔细看一楼的场用英雄 玩关于看见这种法师 心已经凉了一半了 喜欢带控制的法师 哪怕一点点控制都可以 你们仔细看老虎的位置 和现在的战绩 0-1 小地图对面的走向 往左边走 为什么在这里停顿一下 先进入冲锋状态 用马的眼睛被动探草 确定没人再进入这个草丛 给对友信号请求集合 摆起在上路 对面再往中路右草赶 看好了这一波 从最上方的位置绕出去 然后大刀推之后 要二技能 预判老虎的跳 然后从前面把两人往后顶 这一波只要法师带一点点控制 甚至不需要这个劲了 然后你们看战绩 0-1 现在变成2-2 技能好了之后 看我发的信号请求集合 老虎在打蓝 下路热的视野 然后你们仔细看马的眼睛 这就是关于的被动 亮了草丛有人 给对友信号请求集合 后面没有队友 你是不能上的 队友跟上之后 你们看这个大招 封两个草的位置 推到了小猫咪 不管他 用二技能 跃在哥亚的前面 然后从前面往后顶 看到了吗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过来 就刚好被白起大到的话 而现在2-2 变成4-2 第三次急跑好了 你们看白起在上路 而我们现在 还被对面经济压制2000 兵线过来的位置 就是对面可能会清兵的时间 白起在上路 所以在中路草丛蹲 只要人来了就能打 没有人 或者塔下清兵 那就再回上路也不迟 对面伤起 哥亚的位置 迎面增加20%的移速 加急跑 你看 看见我 他就回跑 大招推 然后用2技能 跳在他的前面 封掉往后的位置 再回顶 你们看 要是控制法师 一个都跑不掉 而现在4-3 变成5-3 第四次的急跑冷却好了 你们看 对面漏掉的视野 上路 中路 谁给队友信号 请求集合 下路两个人是落单的 50秒发的请求集合 你们看队友的位置 大招 往底原方的位置推 然后你们看 中腿的勾 就差一点点 就让这个伤手跑掉了 而且本来是最低 可以留两个的 但是还好 现在6-3 回程补起 再赶过来 急跑时间还没好 白起大招 用二技能把他正开 这是唯一一波 队友开的节奏 然后你们看 直接炸掉了 只能撤退 这个时候 注意对面视野的分布 白起没了 限制你的英雄也没了 对面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先跑起来 进入冲锋状态 用满的眼睛被动探草 草头没人 再从左边的位置扰 没有急跑 所以要小心 然后你们看 伤起过来的位置 大招侧身往下推 被掉的第一时间 往他前面走 然后再顶回来 再往前走 再顶回来 这就是分割战场 收掉之后往下拉 哥亚追过来 用二技能跳他的前面 控制一技能 再往回顶 终于开张了 你们仔细看战绩 7-5变成了9-6 我的战绩不变 9-6变成了9-11 队友在点投降 但是我还没有放弃 如果这一波 换一个法师 你们仔细看好 中路的兵线 我在往中路靠 给队友拖时间 而法师已经复活了 王昭斌增机随便手 哪怕是干将也能清 关键是海洛这英雄的评分 还不低